我爸当时就肥养生气 马上就写一个专业富士基础 让我亲振 我说你不钱你都不是小子 你也积他 他也积你当场诗会 哎呀我看看我看看 这不像写一样 这像基础 我不希望别人这么正义能当 不行我爸永远是成功的 目前我的感受就是 一个神 见见你来了 我给他带给你礼物来 我希望你能够进行发 我当年辉煌的神 哇 很珍贵啊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见 从新开始 谢谢你 官长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我们都知道 对伤害无疑是痛苦 但是你们可曾知道 如果伤害你的那个人 他意识到了错误 却无从表达歉意 其实他比你更痛苦 所以说爱是人的本能 但表达歉意 同样是人的需求 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节目当中 我们将见证每一声对不起之后的种种故事 也将共同见证每一位置见人的完美蛻变 所以电视机前呢 你如果有任何的歉意需要表达 有任何的遗憾需要弥补 欢迎你联系我们 我们将帮助你 共同直面过去 重修9号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现场的三位观察团的朋友 他们分别是美女主播 影子 哈喽 大家好 著名媒体评论人施树思 著名心理专家夏东豪 在每一次的开场的时候 我都要说一声谢谢你们来了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完美的蛻变 今天的这声对不起 到底是谁 为了什么要对谁说呢 赵丽来看一段VCR 这段时间了 在生活中 我儿子和我俩产生很多矛盾 原因都在我自己 因为我沉迷在跳舞当中 满了也不做 儿子经常埋怨我 我一听电话就来气 就把你抢肩管我 老子就你管 爷俩就抄起来 越抄越激烈 反正不是一次两次 我这人脾气也不好 别怕别人输 别人一说我脾气就散了 自己我就给他写成了一个 断续副纸关系 写完了 以后我俩都摁身手印的 我儿子转身拿着就走 但是这一段时间 走了 经过一段时间 你就是 有几个月以后 我儿子也不回来 回家属突然间想到 儿子还没回来呢 忘了 跟他妈儿子写的 断织这个父子情的关系了 當時沒後悔 過一段時間了 就覺得自己心情也特別飽受 改家費也非常孤獨 其實說心點話 這段時間了我就考慮到 我用過這點事情 跟他兒子斷了父子關係 是不是還不值得了 因為啥呢 父子情大於一切 我可能是做得太過火了 我活了大半輩子了 說這些心裡話 我真沒向誰認過錯低個頭 今天老爹向兒子認過錯 說一聲對不起兒子 爸真的錯了 希望你原諒了老爹 早點回家吧 我們經常說 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看來父母還是有不適的 至少這位父親 認識到了自己的不適 他要致心的這個對象 他的兒子 內心到底在想什麼呢 我們首先掌聲有請張鵬 像 真像 跟你爹長得一模一樣 當然 你好像做得很淡然嘛 你剛才聽見了VCR了吧 聽見了 他要向你道歉 是的 我們說古時候父親如果向兒子跪下 到前那是天打雷劈啊 是兒子受不住的 你怎麼這麼淡定呢 我覺得人不是完美的 我有錯誤的話 父親應該指證我 那父親如果也有錯誤的話 作為兒子的話 我也不能看著不管 我要指證他 說說你們之間的事吧 那是2014年的早春 我正好回家一趟 然後吃麵嘛 我一直之間聽到兩個中年婦女 在那背後議論我爸 遇到的非常難聽 說你看他天天這麼得瑟 又不做買賣 然後又沒有工作 連勞動保險都不交 整個就是個混子 說得非常難聽 當時我就一下子就怒了 我就當時吃碗麵嘛 把麵條當時我就糊在那女的頭上了 哇 你這也太粗魯了 可能我當時確實情緒也太激動了 回家我非常氣憤 然後我跟我爸講 我爸就是很開玩笑地說 他們就是嫉妒你爸太優秀了 不能跟他們跳舞 你爸倒挺寬心的 當時我也非常氣憤 我說爸 如果你以後再這樣的話 咱們就斷絕父子關係 你說的 對 別人在你面前說你這麼不好 而你的父親就沒把他當過事情 我就非常氣憤 我爸當時說得很好 說沒問題 我指定不跳了 但是我每天偷磨地開車去廣場 都看見他跟他跳舞 然後他說他廚季洗澡了 或者說鍛煉什麼的 家裡對這個事情也非常反感 即使你不考慮一下也考慮一下你兄弟感受吧 城市不大 別人會怎麼想你的兄弟呢 我還沒聽明白這跳舞怎麼丟人了 他跳的是一種國標和拉丁 就是要搂得一半跳 他五十多歲了嘛 就別人對他有風言風語 而且他跳得有點痴迷 怎麼個痴迷法跟我們說 10點鐘起來了 先看視頻 然後下午1點到5點跳舞 回家吃晚飯以後 晚上6點到8點跳舞 回家睡覺 舞癡 舞癡 那到底這個老張到底是不是這樣的 來我們掌聲有請父親 張寶森 父親向兒子道歉 如今各坐兩邊 那我先問您第一個問題 按照那兩位吃麵的大媽的說法 您挺墮落的 按您兒子的說法 把您稱之為是舞癡 也在說明您的生活當中不正義 您覺得合適嗎 這個事兒吧 得從五年前說起吧 對 我母親啊 年初 要來的那個 龐華孩 您母親 對 就她奶奶 對 沒幾個月 也兩成個月去世了 緊接著她母親 又得了子宮癌 又得了子宮癌 五個月 又沒了 就半年之內是吧 在一年之內 她相距相隔了就一個多月 她一年當中跟你說些電話 就是我原來也是一個挺風光的人物吧 當年是九幾年 也就是九三年的時候 我這個年齡是也非常有錢的人 大概什麼量級 九十年代 我記得那個時候應該是萬元戶就很牛了 萬元戶 當時成立一個機構 個人承包 我就承包了 下海了 到了下半年的時候 都特別好 拿到這個七萬塊錢 那當時我正是三十九塊八 工資 月工資 月工資三十九塊八 一年掙多少錢大家都知道 就是非常治好了 我能掙這麼多錢 以後生意越來越大 那是我們困著書 她母親一直陪伴著我們倆 她又當會計 又當監子員 又照理著家務 我在外邊跑 既是您的閒內住 又是您事業上的夥伴 從她母親走以後 和我母親 感覺到事業也就慢慢地淡了 也就黃了 自己就感覺到錢真的也沒意思 就是後來每天孩子也不在家 大夥也是出來溜著溜著 光臟跳舞什麼的 跳舞以後就感覺到自己 特別舒暢 這個清靜孤獨的感覺都沒有了 我覺得挺好的 錢也不想掙那時候 根本不想掙錢 沒那個意思 公司黃了 家裡又散了 她母親去世了以後 就感覺到這 說不出來那感覺 生命是灰色的 2014年的時候 我的四大爺 就是我爸爸的四哥 跟我說 你爸呀 現在沒有什麼事做 然後你看看 給他弄點什麼事業 我當初也沒有說什麼 後來想想 確實應該這麼去做 只是要我爸爸 然後當初本來是準備 要買套房子 對 你要買房 對 25萬首付 你買房幹嘛 結婚 當初跟談一個女朋友 感覺非常好 因為對方的要求是說 你能看能不能買套房 後來想想 就把這個房事推了 拿出20萬 給我爸去做這個買賣 開一個食品店 孝順 這25萬是你所有的錢嗎 不是 我還自己留了五六萬 留了公司運作 算是你四分之三的收入 差不多 最開始他那個商店 就是肉品專門店 還是比較賺錢的 後來就初夏了嘛 天氣好了 就受不了了 就天天必須跳舞 店也不堪 有一次我回去以後 我看店員都在玩手機 打瞌睡 肉已經好幾天都沒有 進行一些處理 擺樣什麼的 也沒有更新產品 然後我就去查了賬 有8萬塊錢的虧損 然後我就聽說 一個店員說 最開始老闆行 後來就是老闆也不來了 天天就是下午就跳舞 有的時候一個禮拜 三四天 帶他的五伴過來吃飯 一整個就是六七個人 然後一吃吃一大堆 然後有的五伴嘛 來這買東西 從來不給錢 賺賬 有一個人已經賺了 好幾萬塊錢了 到現在還沒有給 然後我就把家裡人 都召起來 當天晚上我爸 就是打電話不接 怎麼都不回來 後來被吳有嫁回來了 說是一個吳姐 就是頭管叫跳舞的李姐 過生日喝得爛醉 為父親的事業買單 還有別的事嗎 後來我覺得 就是不能讓我爸這樣下去 我覺得 那就給你找個伴吧 不過我同學的姑姑還不錯的 然後我們就一起吃飯吧 我就約出來嘛 當天我爸就是很匆忙地來了 我記得很清楚 是五點左右他來的 然後吃飯就非常著急 然後跟我說說 我不行我六點我就必須走 因為省城來個跳舞 教跳舞的老師 我必須給你學兩下的 我說爸你今天不能走 當初那個阿姨還說 你要跳舞你就走吧 不用陪我 他真走了 他真走了 弄得場面就特別尷尬 你也算是用心良苦 你說我就這一個父親 他就我這一個為一個親人 我還得為這事著想 不管別人怎麼說 然後通過社區阿姨什麼的 找一個退休的音樂老師 又幫她找啊 你總不能讓她總這樣啊 我想這女院跳舞 她也懂音樂 至少還能說 有一點共同語言吧 就給她找個跳舞的唄 不行不能找跳舞 然後我把那個女的淋著家 我就覺得 你至少要看看家什麼樣吧 然後我爸聽完舞回來了 當初就非常生氣 就吵著那女的說 我就不找 你不用跟我管我 我就不找 我說我不管你 誰管你啊 然後我爸就當時非常激動 跟我一頓吵 我讓阿姨聽見了 完了阿姨就走了 我當時就非常生氣 我爸你怎麼能這樣呢 我當時說話也非常激烈 我爸當時就非常生氣 然後就進入了 馬上就寫一個 斷絕父子寫义書 讓我親自 說你以後別管我 咱們就斷絕父子關係 以後別打擾各自的生活 我當時就非常生氣 然後我也簽字了 簽了 對 當時在氣頭上 說心裡話 根本沒有什麼大的事情 非常荒唐的 我就擺這碗寫了 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出發 就說什麼 那管我這一掃對象 這個買賣沒做好了 就是 他也簽了 嗯 我就簽 他也自扭扭的 所以不願意簽 那當然不是說隨意簽的 我說你不簽你都不是小的 你也計他 他也計你 你跟兒子之間的關係 是怎麼一步步 加劇到今天這樣的水火不容的地步 我這脾氣也不太好 你不能說我 本身我就是在社會上 就那時候就是 很有錢的時候 在社會上也很有 人間沒有誰誰說你 沒誰敢對你指手畫腳的 你說我養你這麼大 你爸說滿來話 有時候就當爹當媽的 你給我指手畫腳 今天你讓我找對象 我就找回象 你不讓我跳舞 就不讓我跳舞 就說說這找對象的事 他給你找了兩次對象 是吧 怎麼了不合適 這兒子操這一心 這個他不理解 第一吧 他媽剛剛去世這麼長時間 再說我的經濟條件也很差 你也沒成家 需要經濟的這個付出 對不對 但是我又沒有那麼多錢了 嫁給你了 你說你兒子花才給他活 對不對 嗯 我就說這些些話 我都沒給他說 但是他老說 爸你在外跳舞 你影響太差了 你買我不做 我覺得兒子說的確實對 但我承承不了活 就是錯了 我也不要你做 但是爸我想這麼說 我說這個事情吧 我媽和我奶去是已經好幾年了 我們應該現前看 你還是沒理解的 他不是說你光是經濟問題 也不是光是感情的問題 對不對 他插開來一想 你要我去接手一個新來的人 或者是說新年華 把這一切都忘了 有時候 這我也可以理解 兩個女人相繼走了 同時呢公司也沒了 對 社會地位也沒有 哪兒哪兒都不容易 朋友也沒有 因為你生一個單身漢 也不需要 你到人家去了 人家都有妻子的 你說你這一個光光漢 經常到朋友家或到哪兒去 感覺到自己這樣 那你這麼苦悶 不能跟兒子聊聊 為什麼非得去跳舞呢 這個吧他就是 他畢竟是兒的 有時候說是吧 這不能要承擔這一切 這一切都要我自己壓在心裡頭 我了解 在兒子面前更不能顯示自己的軟弱 但是好歹張大哥五年了呀 已經五年了 你還沒走出來嗎 這五年當中真的很難走 很難走 還想孩子他媽媽 還可以還行 現在這些還有點留戀的這種 還有留戀 還不能面對新的生活 現在生活暫時還是不行 我挺喜歡長情的男人 我不喜歡多情的男人 為這一點我為你點個贊 那既然你們倆脾氣這麼大 這個 怎麼今天就願意放下身段來 說對不起呢 到底發生了什麼呀 有三件事情我非常感觸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給我拿錢做買賣 我沒好經營真的很對不起我兒子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倆已經斷了這個複製情了 把這個血書他走了以後 大約三個月沒回來 我就偶爾檢查一下了 突然檢查這個縮骨在這兒這樣 有個血栓 我就不知道他怎麼他知道的 當時他就回來了 回來了呀 我說他怎麼回來了 走吧 你有沒有病了嗎 他說 拉我上海爾濱 他省裡病人條件好治療 我到你那兒給你看一看 有些人照顧我 有些人照顧我 完了就是那個 最後就是 老的我伯德說 爹 我就你這一個親人了 你別有什麼大事 能行我不管 就這一句話 哎呀我當時做藝人話 哎呀我當時沒給他 標準滿表情 我就撞過臉了 他嗓了都啞了 我說沒事 真的 讓我很感觸的 我就說 一下讓我心裡那個 感覺到父親的情啊 那麼偉大 那麼深情 真的隔不斷的呀 還有一次 我感覺很能對不起的孩子 給我最感觸的是 他有認識的一個新的朋友 女朋友 女朋友 他當時說那個城市吧 就是溫州 他說爸 我有出對象 我想讓你去看看 我說行啊 我也去吧 去溫州 對呀 我還有個同學在那兒 我當時一吵 哎呀那孩子 長的就不用說了 那個 那賢慧 長的不錯 賢良 給那個溫情 家給 就說 哎呀我要能取得這樣兒戲 我得燒多少高香啊 哎呀我的媽 就是當時我 哎呀 他把我們接到飯店 吃了飯 吃完飯 他們一落口 哎呀就越感覺到越 哎呀 但是一到人家 我們太學俗了 嗯 我當時就是 參觀人家家工廠以後 他們家的工廠 對 這女方家的工廠以後 我說兒子 我就有點兒 沒受 一下子感覺到跟人一比 太遜色了 又凸顯了自己的失敗 對呀 我一下想起我這五年當中 真的 很對不起兒子 沒給兒子 剩下一個很好的假業 這是我 最向兒子道歉的一句話 真的對不起你 如果咱們 像以前呢 咱不沉迷跳舞 經營企業 也不一定 今天讓人 感覺到自己非常失敗 或者跟你對比 現在也不晚 聯合國的數據 六十歲才青年 你才比我大多少 我三十八 你五十三 你才大多少 是大了不少 還處著呢 溫州那姑娘 沒有 怎麼了 就是她後來可能覺得 家庭條件 確實有點太懸殊了 誰說的分手 我提出的分手 但是我看出來對方 就是覺得好像怎麼怎麼樣 不要說別人的物質 可能人有的時候 真的需要門囊戶對 你會認為這段婚姻 是因為爸爸的原因嗎 我不能說是爸爸的原因 你們不這麼認為 我不這麼認為 我感覺到我確實很失敗 就是我現在的經濟條件 不能給他很好的一個家世 我確實是我的責任 你五十三歲沒活明白 你說你失敗 有多少億萬富翁 幾百億的富翁 生出一個敗家的兒子 你有個這麼好的作品在這兒 又帥又能掙錢 這叫失敗 是我覺得他確實很孝順也很能幹 所以這期節目啊 其實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了 男人真正的軟肋在哪兒 第一你別看男人很堅強 兩個女人突然離世 突然之間人就趴下來了 你別看他天天跳舞 其實心裡酸楚 你認為他的軟肋在哪兒 並不在於兒子說 父親你不行 而是在於兒子在找到幸福的時候 他不能為他的幸福保駕護航 他覺得自己真失敗 我說這期節目 讓我們很好地了解了一下男人 也很好地讓你了解了一下 你對面的這個 你以為很熟悉 其實不熟悉的男人 其實與其說這期節目 讓我們看懂了男人 不如說這期節目讓我們看懂了父母 有的時候我覺得父母的那點自尊心 你真的是需要做兒女的去研究 我的爸爸是非常普通的一個老百姓 我記得有一次是我過年的時候 想要帶他去旅遊 我給他訂好了機票 訂好了行程 我沒有告訴他 到最後我跟他拿出機票來 我說走 咱們出去玩 我爸爸居然生氣了 他說你不尊重我 你有這麼多的安排 你居然沒有告訴我 我當時特別地不理解 我當時就覺得說 你這是故意沒事找事吧你 但真的這麼多年過去 我發現愛不是說以愛的名義 去綁架對方 也不是一廂情願 也不是自以為是 我覺得真正的愛就是 兒女多花點心思 去發現父母他需要什麼 就點對點地給予他需要的 就像我會陪著我媽媽去逛 特別廉價的地攤 就是你媽心裡在說 挣這麼多錢 給我買這麼便宜的 沒有 我給她買貴的 她不高興 突然有一天我在地攤上 我陪著她她看上了 假的珍珠項鍊底下 還有一塊綠色的塑料的大石頭 然後好看嗎 我說還真挺好看 就自個兒樂的 就真的跟孩子一樣 我突然就覺得 這個時候我應該去當她的老姐們 去想她到底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樣的陪伴和理解 謝謝姨姨 我今天看到不是道歉 我看到的是一份 看到與被看到 父親今天終於看到 孩子對他的付出了 那今天兒子也需要被看到 同時要看到 爸爸這麼不容易 在失去兩個親人之後 他的那種傷痛是需要去被理解 被關懷的 所以我希望今天這個道歉呢 可對兒子來講可能是份感謝 就感謝爸爸 你終於看到我 想要幫助你的心 終於看到我身為一個兒子 對你的心力 我覺得這樣子才是最重要的 平時他們能這麼交流嗎 喝兩杯酒 摔鍋砸碗 第二 為什麼我們總是對自己 毫不相干的人那麼溫柔 而對自己最愛的人那麼刻薄 尤其是男人之間 我覺得這是他們今天 我最大的感觸 也許這是這個節目 對這個社會最大的價值 能讓很多不能夠 珍惜自己親情的人 在這個舞台上放下架子 放掉面子 親密的交流 我覺得祝賀你們邁出了第一步 你們都沒錯 我還在勸兒子一句 古時候有孝順之說 我不同意 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生活 憑什麼兒子就一定要順呢 一定要犧牲自己的全部呢 但是我要告訴你 現在叫孝敬 孝敬就是尊重對方的生活 尊重對方的感受 父親我的感受就是 一個神 他孩子童年所有的光榮 所有的夢想 所有的尊緣 所有的榮譽 您說得我好自豪 我女兒馬上要出生 是啊 她就是這樣 成功過 輝煌過 有一個非常健康的家庭 愛她的媽媽一起打拼 在你那街巷裡受尊重 這是她的原部的意思 但是我要告訴你 她會老 她會失敗 她會有一次離別 有一次失去 你應該去理解 去包容 她走向平凡 但是你還是要認真的 去尊重一個平凡的 不再像神一樣 站在你面前 她的感受 去想 她要什麼 也許她的平凡她跳舞 她不尊重你的意見 不想再去打拼 這是她最真實的想法 是有落差 你能接受嗎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她就是神 別忘了要張百萬 我爸有錢 你姐懂 但是我覺得 事情活著這麼多年了 沒事 我想還一下 明白 懂你 這個家有我 我以後活成了張千萬 我就會很努力 我不希望別人再這麼說的 我不希望別人這麼議論打 了解 不行 我爸永遠是通通的 你接受一個神一樣的父親 走向平凡是需要勇氣的 我的父親死於尿毒症 生活不能自理 在他的生命的最後的時間 但他還在努力做一點事 他不願意讓我陪著他上廁所 那是他最後的尊嚴 他最後的尊嚴 跳舞 拒絕你跟他安排他的生活 不成為你的累贅 在你之前討勞一個後老伴 影響你的生活 是他最後的尊嚴 好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學一學 老張跟孩子怎麼說對不起 接下來我們進入 謝謝你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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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 還有呢 唉呀 這也不好意思 這是我做的荒唐的事情 我和我兒子寫得絕對是 當場實惠吧 唉呀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我這人閒事管得多我看看 真細啊 這不是普通的一紙協議啊 寫得好細啊 我跟你說啊 與其說它是一紙協議 把什麼什麼都分得很清楚 它的每一條條款 每一個財產的分配 都讓我感覺像什麼 像遺囑 像一個父親 知道自己可能不久於十日 告訴孩子說 孩子啊 存折放在哪兒 存折上有多少錢 抽屜的鑰匙我藏在鞋兜裡 爸爸所有的一切都是你 這不像血液啊 就像遺囑 所以我認為這不能撕 不能撕 留著 撕掉 撕掉 不不不 留著成為一個見證 以後你們要是再摔盆子摔碗 看看這個 你們會臉紅的 好不好 兒子收著 我覺得兒子收著 你還有什麼別的話要說嗎 有 我給兒子帶給你禮物來 兒子 我希望你 這個禮物很有意義 我希望你能繼承爸爸 當年悲狂的時候 那時候是承認了什麼萬元 我希望你百萬元不是你的目的 千萬元不是你的追求 你以後和爸爸一樣 咱倆在這個生活當中 更好地在這社會發揮自己的才能 兒子 爸真的對不起你 來 讓爸爸擁抱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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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抱抱抱抱 然後趕快去拆禮物 趕快去拆禮物 這裡面肯定是寶藏啊 來來來 打開看看 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一塊手錶 這是一塊手錶 我看看 這個手錶 我還跟他有一點故事呢 你說 是當年 93年花一萬塊錢買的 哇 這應該是地坨八十年代的款 對 那時候 很珍貴啊 珍貴 我個人喜歡手錶 這個還有一個事情 我小時候吧 就是有時候有很虛弱 我每次都想偷這塊錶 戴一戴 跟同學顯得像 每次都有把他抓著 你現在可以名正言順地戴上 戴上 來 爸爸你戴上 戴上 戴上 還正好合適啊 還是很漂亮 我還是很喜歡 這老人說得好 男人三個最尷尬的時刻 是 甩缸筆 推汽車 咬手錶 手錶這種老東西 不光是 它是一塊 計時間的玩意兒 更多的是一種傳承 也就是說爸爸買的錶 遲早有一天是要給孩子 我也收藏了挺多塊錶 我老婆每次都跟我說 別買了 別買了 花那麼多錢買那玩意兒幹什麼 不當吃不當喝的 然後我只要說一句話 他就會說買 將來留給孩子的嘛 他就會讓我買了 傳承 他說什麼呢 好好擁抱一下 還多久沒擁抱了呀 爸 謝謝 現在我卻想說謝謝你 讓我忽悠寂寞 去解脱的靈魂 什麼也別說了 回家吧 好 好 謝謝 我太喜歡我 我趕緊都扶持情啊 那麼偉大 那麼深情 正在葛不斷地 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 给我如此悲伤去刻骨的回忆 要老子跟小子说声对不起比较难 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有哪些父亲或者是母亲 觉得自己愧对孩子 不妨说一句对不起 少不了一块肉 同时也不会让你在孩子面前 降下一个档子 相反你们更加伟岸 还是那句话 如果有欠你需要表达 打电话到我们这儿来 我们帮助您共同地 重修就好 重新开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中国故事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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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没有打电话 是不见不散的 那是不散的